大家好,我叫Kiphany,首先要感谢宰哥在古运营组提供了这次机会,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海报设计作品,还有海报的设计的思路呀,以及心路历程,这是我今天演讲的目录。 首先呢,我会介绍自己,然后给大家分享看我之前参与的设计作品,然后我会跟大家介绍海报设计的一些基本要素,原则,还有思路,比如色彩运用,构图技巧之类的。 然后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个人收集的一些有用的网络资源,分不同的主题,比如网格制作,然后线条文字等。 最后就是问答环节啊,当然如果在我演讲的时候有觉得我讲的不清楚的小伙伴,我不建议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提问。 首先,大家好,我叫Kiphany,我姓孟,然后我给自己设定的标签是设计师、冒险家、创业者和创意人。 我从小呢,在湾区长大,然后我所住的城市是Fremont,然后由于我性格比较外向,然后加上我的爱好都是户外为主,所以湾区我很熟,大部分都,大部分的地方我也都去过,所以小伙伴们要是想要好玩的,好吃的意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然后我呢,今年24岁,2019年UC Berkeley,本科毕业,2020年剑桥研究生毕业,然后毕业后呢,加入了SOM建筑事务所。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我们的公司,不过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是我们公司设计的。 然后除了正职以外呢,我自己也在积极创业中,我成立的公司,名字叫Ultra X Solutions,是一家咨询性的公司,主要的业务呢是绿色建筑,也就是能够达到节能减排目的的建筑物,然后希望呢可以尽量减少使用合成材料, 然后充分利用阳光,节省能源,为居住者就创造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感觉吧,就是以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目标。 工作之余呢,我的爱好也很广泛,我的每个周末呢,基本上都在户外,就比如说我上个周末就去爬了Half Dome, off season,不需要permit,但是就需要自己带harness和绳子攀岩上去, 一整天从早到晚,13个小时,40多个公里,然后除了hacking呢,我还很喜欢滑雪,攀岩,冲浪和潜水, 然后我还很喜欢旅行,目前已经去过了20多个国家了, 我还很热爱舞台和音乐,还有一切跟演出相关的, 还有摄影,模型制作,工艺的,我的人生宗旨是be the chang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world. 好,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海报,是我在本科期间去NUS做交换上的一门有关巴厘岛戏剧文化的一个, 的一门课设计的海报,然后我记得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然后我们有一个week long field trip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跟当地土著人学习面积制造啊,戏服制造呀,舞蹈啊,还有唱歌, 还有一些什么戏剧表演,就很有宗教感,然后也很能反映当地文化的, 然后我们当时主要就需要左边这样一个海报去宣传, 卖票给其他的学生来看我们的演出,然后右边上面这个呢, 是我和同学还有教授排练时的合照,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那个最后那舞蹈演出,也就是我们的final, 是我在台上演出的照片,然后第二个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英国读研究生参与的一个俄罗斯沉浸式画剧演出设计的海报, 左边这个是我设计的,也是为了卖票为目的的, 然后右边这个呢,是我和其他演员的合照, 因为我们的话剧名字叫The Storm, 所以设计了一个这样以Storm为focal point的一个视觉上比较抽象, 比较震撼的一个海报。 第三个作品呢,是2020年剑桥春晚华彩康桥夜的这样一个海报, 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但也算是蛮有参与感的, 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嘛,然后剑桥又是一个充满历史, 有很多代表性建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提供了就是在海报里纳入一些建筑元素的这样一个想法, 就比如说这边这个Kings College, 是我们学校32个学院其中一个, 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最知名的学院之一, 一个网红打卡景点, 然后右边这个呢, 嗯,有没有右边右边这个有那个, 直接去我家,坐坐吧, 探西桥,数学桥, 然后还有, 嗯,康和划船的这样一个动态, 然后右边这个不是一个海报, 但也算是我们当时宣传的一个部分, 那你就是JJF, 如果他会动的话, 对啊,你看他会动, 这个是我们嗯,学校的一个传统, 因为我们有个康康和嘛, 然后那个叫penting, 然后所以, 对,这个当时是我们那个宣传的link, 里面放的一个动图, 所以也算是我们宣传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呢, 是我当时主持的时候朋友帮我拍的照片, 我在这里, 啊,是当时的主持人之一, 然后背景是这个screen size的一个海报, 横版的也很赞有没有, 嗯,最后这个作品呢, 是我最新的作品, 虽然不是海报, 但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想分享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滑雪嘛, 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设计一个自己的雪板, 然后之后通过朋友推荐呢, 找到了一个这样, 可以让顾客, 嗯, customize雪板的一个公司, 叫Gelson, 然后设计了雪板的正反面, 提交给他们的shop去做, 左边这个呢, 是我的灵感来源, 当时是在一个工业博物馆看到的这样一个作品, 然后当时觉得很特别, 就拍下来了, 之后呢, 先是设计了狼的这一面, 然后为了对称, 又设计了鹿的这一面, 然后设计的时候, 灵感大发, 甚至还做了一首, 嗯, 现代诗, 接下来呢, 我想讲一下什么是海报设计, 海报呢, 嗯, 是一种信息传递艺术, 然后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宣传工具, 我个人理解呢, 海报设计必须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 啊, 我还是兴趣了, 哈哈哈哈, 然后要, 嗯, 调动形象, 色彩, 构图, 然后形式感, 等一些因素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 然后它的画面呢, 应该要有很强的视觉中心, 就像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 我俄罗斯话剧表演的那个海报, 然后还有, 啊, 除了视觉中心以外, 还要, 嗯, 很新颖, 然后很简洁, 还必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设计特点, 然后通常海报呢, 分为三大类, 啊, 一种是, 第一种呢, 是那个店内海报, 通常呢, 是应用于, 啊, 营业店面那一座, 然后作为那个室内装饰和宣传用, 而一般需要考虑的呢, 是那个店里面的整体风格啊, 色调还有营业的内容, 嗯, 要跟环境相容, 第二种呢, 是招商海报, 通常是以宣传为目的的, 就比如我刚刚分享的那些卖票用的海报, 呵呵, 都是采用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 达到宣传某种商品或者是服务的目的, 然后招商海报的设计呢, 一般是要明确商业主题, 然后同时在海报的那个文案的应用上呢, 要突出重点, 就最好不要太花哨, 而第三种, 也就最后一种呢, 是那个展览海报, 主要用于展览会的宣传, 然后通常就是分布在, 嗯, 比如说街道呀, 影院啊, 公园这种公共城所, 然后呢, 它是非常具有传播信息的作用的, 然后设计的内容也非常广泛, 嗯, 艺术表现力也很丰富, 演示效果也很强, 嗯, 这一页呢, 是我总结的, 海报设计的六大原则, 嗯, 就比如第一个简洁, 啊, 我个人认为呢, 简洁就是美, 就是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设计的不变规则, 然后简洁呢, 就是使用, 嗯, 一般是使用就是细线或者是几何的形状, 嗯, 然后呢, 就是通过简洁的那个设计风格, 就把简单的东西加以装饰, 从而显得画美, 然后还有统一均衡重点跟惊喜, 嗯, 这些我就不一一过了, 嗯,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如何设计海报, 嗯, 首先呢, 就首先呢, 要确定, 嗯, 主题和前期调研, 嗯, 比如说你要知道, 嗯, 这张海报的目的是什么, 目标受众是谁, 然后他们的接受方式是怎么样, 嗯, 还有其他同行业类型产品的海报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海报体现的策略是怎样的, 还有创意点啊, 然后表现手法呀, 还有怎么样与产品结合, 这些问题, 嗯, 然后呢, 接下来是灵感转换, 就比如, 比如刚才介绍的那个设计雪板的经历, 然后就是方案草图, 方案神话, 海报制作, 跟最终排版, 嗯, 这些我待会都会讲到, 嗯, 我认为呢, 最基础的是创建网格, 很多小伙伴在做海报的时候, 可能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就如何将文案视觉化, 怎么样处理文字, 图形, 还有色彩之间的关系, 嗯, 当然一个好的版式呢, 就不是那种简单的随意将文字和图片, 随意的排在页面上, 我们看到的很多好看的海报呢, 就是虽然看上去很凌乱, 但是其实却给我们一种乱中有序的美感, 然后其中隐含的呢, 它隐含的那个规律, 其实就是网格系统, 网格系统呢, 可以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更有规律的去进行排版, 那什么是网格系统呢, 按照官方的说法, 网格系统呢, 就是在设计中, 利用垂直和水平的参考线, 将版面进行一定比例的划分, 形成有秩序的模块, 然后网络呢, 网格作为版面的基本框架, 就能够有规律的组织内, 在有规律的组织内就可以更高效的去完成设计, 然后也能更方便的让那个读者去快速的接受到信息, 所以网格系统呢, 其实更多是像一种辅助工具, 可以去合理的用这种工具, 加上自己的创意, 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然后下一步呢是打草稿画草图, 在那之前呢就是要进行不同的组合, 找到平衡, 然后有了清晰的方向之后呢, 再用电脑制作, 再之后呢就是要打造一个视觉焦点,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几个比较, 我认为是蛮有代表性的作品, 然后强调完视觉的冲击力后呢, 就是要突出营销性的信息去进行信息分层, 然后再之后呢就是要列出元素清单, 决定其中重要的, 然后摆放成你希望观众看的顺序, 然后不同的元素呢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尽量大胆发挥, 然后要注意各元素的比重, 包括大小颜色形状方向和位置, 然后还要平衡各元素, 让它可以在视觉上比较赏心悦目和稳定, 然后最直观的方式呢是通过文字图像颜色和线条, 引导观众的阅读顺序, 然后文字呢分标题性和辅助性, 标题性的文字呢通常承载海报的主题, 需要通过大小, 字体色彩等方式去突出呈现, 而辅助性的呢通常是对标题性的文字起到解释的说明, 然后起到深化还有丰富海报视觉的体验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还有信息转体, 信息传体, 中文不好, 然后呢接下来颜色, 颜色呢分主色辅助色和点缀色, 主色呢可以是一种色彩也可以是一种色系, 就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的空间, 然后用以渲染海报的主体那个氛围, 然后让它的主题可以高度统一, 然后辅助色呢是根据色温, 还有比如说那个明度, 还有纯度, 搭配主色一起来衬托主题吧, 让画面更加丰富, 然后增强视觉冲击, 然后点缀色呢在整体的色彩下就可以起到那种画龙点睛的作用, 然后图像呢图像就是视觉主力, 视觉主体, 冲击力或者是辅助图示, 起到风托的风托气氛的作用,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总之呢我认为海报设计呢主要就是要保证主题明确, 然后重点文字突出, 就比如该加速的加速, 该飘红的飘红, 然后要符合阅读的习惯, 以最短的时间激起点击欲望, 然后色彩不要过于醒目, 就不能太花, 然后产品数量就不能过多, 然后信息数量呢要平衡, 要有留白,留白可以给图片和文字有呼吸的空间, 然后这是我收集的资源可以给大家参考, 每一个都是可以点进去的,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留白, 这里就有讲这是我学到的主要关于留白在海报中的运用, 就比如通过放空视觉让人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和理解, 对,嗯,所以在那里,在这里, 对,这每个都可以点进去, 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然后就是这样, 嗯,好, 我的演讲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问答环节, 大家有什么提问的, 或者有自己想分享的事情, 欢迎,嗯, 可以发言和讨论, 然后再次谢谢甲隔加古的运营组, 提供我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机会, 谢谢Difany, 谢谢,谢谢,谢谢, 特别感谢,感谢武汉, 我感谢, 对,最要感谢的是武汉组长, 嗯,组织的, 感谢武汉组长邀请了这么, 这么给力的组员来给我们大家讲, 嗯, 没有,没有, 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 然后, 然后也鼓励大家分享, 把自己的长处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一同进步和成长, 好,谢谢Difany, 我也想几个问题想问呢, 嗯,就比如说, 一个我们之前经常在海报上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 嗯, 可能找不到一些合适的素材, 就比如说你这个第四页上, 你设计的这个海报, 嗯, 像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还是怎样呢, 哦, 然后这不是,嗯, 其实分, 我觉得分吧, 就是我这个, 嗯, 不是自己画的, 但你其实也可以自己画, 如果你画图的技术很厉害的话, 我这是自己照的, 然后再通过那个illustrator去把那个照的, 嗯, 就可能你看上去会有点像画的, 是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后期经过那个photoshop, 把它嗯, 跟背景融合啊, 所以看上去像画的, 但其实是我照的, 他这个, 嗯, 这个面具其实我们班上同学自己做的,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比较初学的人, 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去拿到一些素材, 或者说, 嗯, 那么如何说把这个图片和这个海报处理的比较和谐呢? 嗯, 素材的话,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集方式, 嗯, 然后我觉得你主要呢, 你要看你世界这个海报是要突出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再根据这个主题去收集你认为, 嗯, 合适的素材, 就比如说, 你看我这个海报的主题是风暴,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有关风暴之类的, 嗯, 然后收集的素材也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所以就看你, 你自己, 嗯, 我想想的重点呢, 就是说要看主题, 然后收集相应的素材, 至于素材怎么收集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吧, 嗯,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就比如说, 我这个学版的设计, 我是去博物馆找到灵感, 然后你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些已经, 嗯, 有的你这海报主题的一些作品, 嗯, 对啊, 就看你自己的个人习惯, 每个人的习惯都会, 嗯, 给每个人不同收集素材的方式, 嗯, 我想问一下, 今天你是做这些都是用, 主要是用Photoshop吗, 用什么软件, Photoshop跟Illustrator, 我主要用的是这两个软件, InDesign有时候也会用, 嗯, 你可以就发, 嗯, 在产典里发几个就推荐大家用的软件吗, 对啊,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呢, 是比较standard的, 然后但是我, 其实有查到, 就是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其实有看到, 嗯, 最近, 就是近几年有出很多新的一些海报制作的, 嗯, 那个工具, 嗯, 但是我这, 我可能比较落后吧, 跟不上新潮, 所以我用的都是这种传统的设计海报的工具, 嗯, 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 就市面上存在很多那种, 嗯, 更省时间, 更方便大家操作的一些海报设计的平台和工具, 嗯, 嗯, 我可以到时候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嗯, 好啊, 谢谢, 如果能, 如果能重点分享一些, 免费的工具, 那是更好的, 更能够, 我有在网上看到很多免费的, 然后, 那些免费的呢, 基本上就非常容易操作, 就基本上你上去之后, 就你把自己想要放的文字放上去, 然后你搜索一些你想要的素材, 它就会出现很多, 它那个素材库里面就会给你提供很多, 嗯, 刚刚有看别有, 有个小伙伴说, 那个看网, 看网也很好用, 对, 嗯, 嗯, 对, 嗯, 还有什么, 还有别的小伙伴想要分享,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吗, 如果我们想找一下您的portfolio, 可以从哪去看到呢, portfolio, 其实我现在正在制作中, 哎, 我到时候会有自己个人网站, 但是我的网站, 嗯, 不一定就是完全是我设计的一些作品, 可能还有我, 电话, 我的 travel vlog, 我是想做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然后我的网站上, 嗯, 有工作相关的作品, 然后有这种, 嗯, 嗯, 业余爱好的作品, 还有我, 因为我已经去了二姐国家, 所以我每一个国家, 我都写了一份邮寄, 也不是邮寄, 就是, 我很多也是去做正事的, 比如做实习什么, 但是我都有写, 写出来, 就journal之类的, 然后我到时候会做一个个人网站,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观察, 我们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私下交流一下, 我, 在个在谷, 归国做狗秀后, 自己的网站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还挺喜欢网站, 哦, 你很会写网站哦, 嗯, 做网站设计, 那到时候我还要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也是想互相帮忙, 互相分享, 嗯, 谢谢, 还有什么, 还有别的小伙伴吗? 其实我这些讲的其实都蛮浅的, 然后其实你看这每一个主题, 嗯, 每一个就网格系统啊, 排版色彩, 文字线条, 这些, 其实都可以, 基本上就每一个都可以, 啊, 有一个, 有一个, 一个小时的演讲, 但, 但我今天cover的就是很浅,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research, 嗯, Tiffany愿不愿意, 如果还有, 呃, 如果你还愿意下次再向我们分享的话, 下次我们可以讲一讲色彩搭配啊, 色彩原理啊, 是如何给一张选好, 一张底图之后, extract它的五种基本色呀, 就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会, 可以啊, 下次那我, 嗯, 那你们可以跟我讲, 想让我重点cover其中哪一个主题,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个这个主题, 就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一个演讲, 其实我这些海报像这种的话, 其实色彩应该是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了, 嗯, 是的, 我看用色非常大胆, 非常棒, 对啊, 因为当时这个海报是为了春晚宣传用的嘛, 所以用色要大胆, 对, 非常棒, 效果特别棒, 好, 没有别的问题了, 总是我在说, 嗯, 好, 那要是没有别的问题了, 那我就, 我就stop sharing了, 然后可以让大家进行下一个话题了, 好, 没有下一个话题了, 那今天辛苦, 不辛苦, 很开心, 哦, 说到这个, 现在蓝蓝她在, 她在刚才我们就是录了个屏, 因为之前有很多小伙伴他们说想要, 想要看, 但是她现在来不来不了, 所以我们之后会把这个录片存下来, 这样OK吗? 没问题啊, 然后,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可能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YouTube上, 你会觉得OK吗? 不建议啊, 但就是我刚好可能有什么, 说的太快, 说的不清楚的地方, 嗯,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哇, 那不, 那那没有没有, 我觉得全程都非常的厉害, 你说特好, 的演讲, 我会提前排练, 这次比较赶, 然后讲的话可能有几个, 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不过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好, 辛苦你了, 谢谢提反,